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 熊孩子杀死卡卡和妮妮的直接证据 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三天三夜 我们终于找出了其中的答案 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 谢谢 众所周知卡卡和妮妮正在劳作 而就在这时火山喷发了 他们拿出手机熟悉的播出了SOS 这个消息没错就是发给熊孩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熊孩子的眼镜上出现了SOS 但就在这时熊孩子他突然之间带领他的小队从蒙眼星撤了回来 可是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个时候火山已经喷发 我和学姐发现已经不可控制 而岩浆在这时已经快要慢到卡卡和妮妮的脚下了 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躲回自己的家中 可就在卡卡和妮妮正想回家之时 我们发现卡卡和妮妮说了一句 天哪大地浮上去了 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已经浮到空中了 这个时候卡卡和妮妮直接蒙了 他们没有空气背包根本飞不上去 所以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都知道 其实悬空小岛与地面的距离还是很高的 但是卡卡和妮妮的信息只发给了熊孩子 所以说他们的家就浮了上去 这一切肯定和熊孩子脱不了干系 那么熊孩子他究竟是不是地心人的间谍呢 我和学姐觉得是 鸵子在现场